道理愈讲愈明白 真相愈滑愈清楚 这里是愈讲愈有理 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是希望知情愈讲愈有理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石头 今天做下我们的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 路桥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村金会现在的结果就是破局收场 看看村金会有什么看头 看到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到了 由于金正恩准备不足 也要求美国全面解禁制裁 而朝鲜方面也没有答应全面磨合化 所以川普觉得在无法再谈下去的情况下主动离职 所以出现了取消五宴提前开新闻发布会的现象 他这个做法得到了美国国内的各界领袖 尤其是国会的领袖支持 怎么看这次村金会的情况呢? 老桥 村金会今次雷声大雨点小 本来就是全球触目 大家都估他可能没有太大的突破 但总会有些结果 今次这个结果真的令到大家很意外 主要原因就是朝鲜方面根据川普所说 要美国彻底解除对他的制裁 但是他没有做到全面磨合化的这样的承诺 这是美国所说的原因 但是朝鲜的发布会里面 他们的外长就说不是 他们的要求只不过是要川普是部分去制裁 这个是罗生门 究竟是怎么样 可能之后会知道更清楚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朝鲜和美国对 无核化或者去核化的定义很不一样 对金正恩而言 无核化意思就是 美国完全设立朝鲜半岛 他们那里所有的驻军要走 这样就叫做无核化 因为美军的存在 美军他们有核的 美军的存在就表示那个地方 不是完全的无核化 但是川普就很简单 就是说朝鲜一定要 销毁你所有的核武器 所有的核措施 所以如果定义都不一样的话 所有的谈判我就觉得很脆弱 你定义都不一样的话 这个我觉得是表面的原因 比较深层的原因 就是拉起中共来说 中共和朝鲜都是共产党国家 我觉得两个不同的制度 不同的意识形态 不同的关系 他们很多东西不同 但是根深蒂固就是说 给钱不信任 他们不信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 共产党的国家 很典型的就是 朝鲜和中共 他们不是真的想解决问题的 他们整天都是拖拖喇喇 用的全部都是所谓的策略 而美国是想切切实实地去做一些事情 真的将问题解决 但是他们的对手不是这样想的 所以这些深层的原因 就是导致了 川普没有办法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 和金正恩有相同的语言 也没有办法有尽力的进展 这个我觉得是深层的原因 那么你看这一次川金会 是不是没有意义呢? 今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觉得对川普来说 我以前也说过 他最重要的就是 朝鲜他不会说乱禁蛇弹 或者继续发展他的核设施 威胁鄰国 威胁到美国的领土 好像关島或者夏威夷 他很重要就是这一件事 今次就是从川普的角度 川普相信金正恩是答应了 他是不会去发展导弹 不会去射导弹的 这是我想令到美国的人 比较放心的地方 另外就是 美国对朝鲜的所谓的检验 是会继续进行的 一直都在检验中的 他都会继续进行 这一次川金会的破局 美国还得到了是吧? 金正恩的答应 不试射导弹 不发射核武器 那金正恩有没有东西得道? 似乎没有东西 真的不是什么好消息 不过他没有很久要去做 对他们来说 全球对朝鲜的制裁 不会因为今次川金会 有任何改变 这对金正恩来说 全部都不是太好的消息 不过对美国来说 就算是保持怨状 至于两国的关系 如何改变 我们就要再看看 这一次川金会的破局 会否是川普有少少 草资过急 造成了这种现象? 我们外面来看 川普某某然走入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我觉得是有金仔的狮子开大口 他觉得他这次第二次见面 可以真是老老实实要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也觉得 如果是两个国家 原来之前没有说很多的默契 要在一个会议里面 大家都罚就而去 那样的 取消了共产会 取消了工作会议 用这种方式 对美国来说 都是这次会学到一些东西 特别是这么高调的情况下 但是有一个完全得不到任何成果的会议里面 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心慰的 就是说 川普这次又显露了他的本色 他说得很清楚 我不会为了协议而签协议 如果对就签 不对就不签 他说如果我乱签 你们都会告诉我 我看过他原文 他那个记者招道会 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事是很好的 虽然可能 美国有点点误判 今次进入这个会议里面 他当时说的一些误判 但是川普和蓬佩奥 他们的团队 整个他们是保留了他们的原则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们觉得好像放心了一点 这次对金正恩可能 都挺大打击一下 因为他都很高调地过来 什么都拿不到 今次对金正恩的挫败 是很厉害的 你要知道 他一个独裁国家里面的 一个这样的人 他看挫败 看这些东西 他和川普看的 是完全不一样 他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今次来说 他会觉得是很没面 或者是很失败 很大的挫折 平时他完全没有这些情况 他说了就是了 但是今次 他们居然川普取消了那个午餐宴会 大家就这样 可以说没有什么面子给他 所以我觉得 之后他们找个外长出来 反驳川普 说川普说得不对 可能都是出于这种挫败感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不排除川普 就是打硬牌 就是说今次我们来到这里 就是这样的了 第一次说了 你很多事情不做 第二次我来到跟你见面 你做就做 你不做我就不会给你面子 就是都不排除 就是他是要坐金仔的锐气 金仔锐气是不能被人坐的 上次记不记得我们 就是说过 他是六月的时候去新加坡 后来他说搞很多事情 川普说那我不见你 不见你 他立刻走回头 那就是这次金仔 之后又不会有什么做 川金会和朝鲜的这个交往 真的要小心点 但是也看到了 在川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里 他说了一句话 连带了 连中共都说了 他说当我觉得 谈不谈的时候 我就会起身走 包括中共的协议 就是现在谈的贸易协议 都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刚刚在昨天也是 雷达希在这个国会也见了 这个国会议员 他其实两个人的讲话 基本上是相呼应的 那么你看一下 接着下来 中美贸易的这个谈判 有些什么看头呢 我觉得他这句话 就是真是很杀石 意思是说 协议不一定要达到的 见到面我都可以不签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那个压力是达得很重要 因为他们可能都有 还有想着 如果看到习近平 你好我好 大家都签了 现在给个实例 你看一下是不签 说回来特希澤和国会的反应 这件事就很快去讲一讲 来特希澤那个首席谈官员 就是美国众议院的筹创委员里面 他讲了一番话 大家对他很尊敬 很简单很简单 其实讲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说 中美这个贸易是有实质的进展 但是后面有很多事情做 第二件事就是说 这个协议未必是会成功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说 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一项工作 他再说一遍就是说 如果if 这件事就可圈可点了 大家就以为是 已经是一个done deal 一定会 但不是 他说这个协议都可能没有 给我的感觉 当时我觉得是很强 再加上川普起床就走 我觉得这次中美贸易的协议 未必是会有的 第三个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 那个条件 一定是要满足美方 他们的要求 第二 一定有可执行性 这两个是最大的条件 就是在我提到的 最大的条件 也都将可执行性 就讲到很清楚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听到 就是说 可执行性 其实就好像西方的auditing 就是那些叫做核数 或者是政府的机构 定期的去检查它 一个月里面 就是低级官员会自己去讨论 然后三个月就是副部长级 然后到半年之后 就是解决不了 就是劉鶴和 瑞特希澤 这个层次人去见面 是很清楚 有时间 五个W 你哪个做事 何时做事 做些什么 怎样做 全部清清楚楚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对中方来说是最害怕 因为他们用的方式 通常是拖和模糊不清 陷糊不清 又这样又这样 但是我想今次 莱特希特 就是他捉到了 而这个国会的反应 就是他在26日和27日 都有发言的 国会的那些议员有发言 不过我综合来说 他们第一个就是说 要川普这个团队继续强硬 这个是就这个贸易这件事来说的 第二 一定要中共作出实质上的改变 第三 就是要整体坚持下去 就是他说我们这个政府 已经是作了这个风险的评估 是要这样下去的 所以就是 国会的支持是大到不得了的 亦都是限制了 就是川普这个团队 不得缩杀 所以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川普他在政治上 一点风险都没有 反而如果他远下来 就风险大到不得了 他有全国家去支持他 一定强硬下去 但是习近平来说 我想就压力大如山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透过留学 将这份协议的草本给你看 你要么就take 你要么就不take 要么我们就就这个草本 我们签 要么我们就不签 是这么简单 无可选择 在美国来说 就全民大家共识 政府也都有这样的权力 就是他们也都做事 也都是做得很舒服 虽然可能很辛苦 但是在中国来说 他的政情就麻烦了 上次都说过了 就是左右两边不是人 如果是左派的 就觉得习近平 这样的答应是喪权欲国 包括孔庆东已经出来说 刘鹤连李航章都不如 孔庆东代表是无阻 是很阻的 右边这边可能就多些改革派 亦都很多是既得利益的 他觉得有没有搞错 如果你不签的话 就是邓小平 过去二三十年的韬光养晦 得到的所谓的经济成果 给你一铺就输了 所以习近平他内部压力很大 而在这个签不签这个问题上 就是 either yes or no 你想一下那个压力是带着什么感 我觉得就中美贸易谈判 这两天其实清楚了很多 给我感觉 就是说第一 这个贸易谈判未必成功 未必好像大家所说的 一定会签的了 第二 就是说这个谈判的草本 就是最后的了 你就签就签 不签就不签 细节方面可能还会有少少讨论 但是基本上 那个蓝图已经出了力 就是这样的了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这件事发展下去 如果美国成功了 真的会搞到 中共在很多方面都没有负 其实可能就是中国现在很需要的 这个体制需要一个强力的一个这样的推手 令到这个体制慢慢的瓦解 用一些新的好的正的东西来代替 而对中国人民来说 我觉得更加好 你想一下如果真的 一样都是开放 是吧 信息开放 是吧 讯息开放 做生意 没有那么多的党的制肘 各方面 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大好大好的消息 那我们看一下这件事 怎样去发展下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 如果真的中共这次是签了这个协议的话 其实这种手法 又反过来可以制裁朝鲜 也是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都可以做到 你这个小子做不到 你一点负也没有了 真的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如果是中共变了朝鲜没有负 这种看法很对 好多谢路桥和我们的分享 我们会继续跟进中美贸易的情况 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请越讲越有理 拜拜 好多谢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